好 以下我们在连线在博鳌论坛现场的江雨菲 请她来介绍一下她所了解到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早上好 雨菲 好 早晨好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我现在原来是在海南博鳌向大家问候 那今天13月24号博鳌亚洲论坛的会议进程进行到第三天 而在今天早晨的十点钟就是马上即将过去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在我身后的这个主会场大厅就即将举行亚洲新愿景 新未来新希望的一个主题的论坛 这也是国澳亚洲论坛的最重要的一个堪秘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做主旨演讲 那么在这场主旨演讲当中 李克强总理将会如何阐述中国13号规划未来的一个经济前景 以及如何向亚洲以及全球释放中国经济改革的信号 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环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特别重要的一个是由我们第一财经主办的 有关于智能制造的论坛 那么在这场论坛当中 有关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非常热的话题 将会做主意的讨论 那么有关于金砖银行 以及其他的一些创业者对话的相关的论坛 在今天的议程当中也会主意进行 在以上的就是今天最重要的看点 有关于今天的持续报道也会为您观众